1644年,清朝入主北京,开启大清王朝统一的序幕,与此同时,我国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准盖尔布在其首领巴图尔魂台籍的带领下,逐渐强盛起来,成为雄聚在西北地区的地方割据政权,使称准盖尔韩国1744年,在清王朝入主北京100周年之际,全国大部分地区的统治地位已经得到了巩固,但准盖尔韩国还在迅速发展,成为清王朝统治的巨大隐患, 长达近70年的时间里,清王朝和准盖尔韩国却当权者为了各自所代表的利益,进行了包括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交往,其中也包括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对双方当时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及我国历史的进程都曾产生过重大影响,那么,清朝和准盖尔韩国之间发生过哪些战事,为何持续了70年,双方的关系是如何进展的,清朝又为何非要灭亡准盖尔韩国呢? 这里是史约馆,订阅我,了解更多神秘的历史故事 清太祖努尔哈赤时,对中原以外的边地采取的是恩威并失的政策,对于准从者施以恩惠,对于反抗者则兵戎相见 等到对方无力还击时,在将其降服,清太宗皇太极时期继续执行这样的政策,清朝初期并没有打算占领准盖尔的游牧地,或者直接管辖他,只要准盖尔表示了顺从,清朝也就自认为他臣服了 康熙帝即位时,周边的很多部落都已归属清朝或者对清朝表示公顺 但准盖尔游牧的西北地区还未对清朝表示顺从,康熙帝亲政后忙于整顿朝政 当时,清朝刚刚入关,统一大半个中国,根基还不牢固,而准盖尔韩国的实力已经发展起来,并日渐强盛 清廷意识到了这种威胁,在盖尔丹称汉以来,就一直关注着准盖尔韩国的政权情况,并有相关信息记录 这个时期,康熙帝对于准盖尔韩国的态度还是极其温和的 他虽然关注着准盖尔韩国内部事务,但并没有攻打他的想法 即使在知道准盖尔韩国和边境其他部落正在交战的情况下,康熙帝还是采取怀柔政策进行处理 在康熙帝的安抚政策下,准盖尔德寸进尺,不断扩大疆土 1681年,准盖尔韩国在西藏达赖喇嘛的授意和支持下,出兵征服了天山南部及中亚部分地区 依靠这里富饶的自然资源和赋税,准盖尔韩国的实力迅速增强 此时,清朝的实力还不够去应付准盖尔韩国 但准盖尔韩国的扩张对清朝造成了很大的安全隐患 所以,康熙帝开始派使团到准盖尔韩国正面实施柔远政策,正面了解其政务和实力 这也是一种宣威,清朝的宣威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 准盖尔坚持继续对外扩张 第二年,清朝北部边疆,喀尔喀与准盖尔韩国的矛盾就升级了 后来,康熙帝对准盖尔韩国仍然是以安抚策略为主,但态度却日渐强硬 1688年,准盖尔韩国和喀尔喀交战直接影响了大清边界的安定 这成了康熙帝被迫武力解决准盖尔问题的决策起点 接下来,清朝开始着手部署出兵事宜 准盖尔曾派使团谈判,但最后以失败告终 康熙帝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前对盖尔丹的策略 开始积极备战,准备以武力征服盖尔丹 军事上,康熙帝在从黑龙江到陕西的万里防线上进行了周密的部署 准备积极防守,主动出击 经济上,清政府设法断绝了盖尔丹物资补给的来源 外交上,清政府传与俄罗斯使者,要求俄方减少对盖尔丹的支援 除此之外,康熙帝还联合策望阿拉布坦共同对付盖尔丹 对于这次出征,康熙帝一直强调是由于盖尔丹的挑衅 自己本无意与其交战,所以在战争过程中,康熙帝一边命令使者对盖尔丹进行劝慰招服 以拖延时间,预防盖尔丹对京师发动突然袭击 另一方面,继续部署兵力,并对盖尔丹解释这次步兵的原因 继续施语调和政策 1690年6月,清朝主动出击,发动沃尔会遭遇战,但大败而归 7月29日,盖尔丹屯军乌兰布通,禁逼京师 8月初一离明治初四,服远大将军服权率军与盖尔丹军在乌兰布通交火 在这次战争中,盖尔丹虽然遭到了重创 但他利用河潭拖延了时间,最后顺利逃出了战场 乌兰布通战后,盖尔丹的势力大大减弱 1696年2月,康熙亲自出征 发动了昭殿多之战 最后盖尔丹战败,只带了几十名骑兵逃脱 8月,康熙帝写信给边疆几个部落 说明了清朝和盖尔丹之间的恩怨和战争过程 并指示他们协助自己杀死盖尔丹 1696年冬季,康熙帝知道盖尔丹处境艰难 难于过冬,刻意去呼和浩特等待盖尔丹来想 但盖尔丹还在顽强抵抗 康熙帝采取了强大的政治攻势 促使盖尔丹内部分崩离析 1697年正月,盖尔丹至死被擒 2月,康熙帝启程通过大同,沿长城抵达宁夏 3月初,康熙帝抵宁夏 3月13日,盖尔丹病死 康熙帝帝带着大军班师回朝 盖尔丹败亡后,康熙帝任命盖尔丹的侄子 僧格之子侧望阿拉布坦登上了准盖尔捍卫 还同意他收取了一些盖尔丹的残余不重 之后,清朝和准盖尔相对和平 直到1715年,侧望阿拉布坦犯边冲突再次发生 康熙无意开战 便对机侧望阿拉布坦进行了招向和打击 无果后,多次派兵出征准盖尔 1720年,清朝在和准盖尔的决战中战胜 准盖尔势力从此远离西藏 侧望阿拉布坦利用达赖和皇教势力 扩张自己权势的希望破灭 康熙帝确立了中央政府对藏区的直接管理 从此,西藏纳入了清朝的直接统治下 1722年12月,康熙帝驾崩 雍正帝即位,想要先稳定内部 所以希望和准盖尔停战 于是,双方进入和平谈判时期 1724年,逃犯罗补藏丹金 逃入准盖尔 一直到1727年,策望阿拉布坦死亡 盖尔丹策林即位后 雍正帝才提出索要逃犯 但盖尔丹策林拒绝 于是再次引发战争 此时,雍正帝的统治已经巩固 实力也大大增强 已经具备了出兵的优势 1727年,雍正帝计划向准盖尔韩国出兵 还在康熙帝林前宣读出兵誓词 1729年2月,雍正帝力排众议 决定对准盖尔韩国用兵 同年3月,清廷发令北 西二路出兵 1730年5月,盖尔丹策林派出使臣特雷 告诉雍正帝说 自己已经将逃犯罗补藏丹金送往天朝 要求进兵之期暂缓一年 于是雍正帝命令停兵 当雍正帝命令停兵的时候 盖尔丹策林又乘着这个时机 制定了一系列应对方案 1731年5月,盖尔丹策林派兵三万来犯北路 清军在和通闹尔惨败 和通闹尔战役后,雍正帝给西 北路军以具体指示并进行遥控指挥 而且以坚守为主 最后,清军在俄尔德尼昭大胜准盖尔韩国 成功复仇 8月,准盖尔韩国开始四项出动 联络各方力量 从1729年到1734年的56年里 清王朝并未达到彻底平定准盖尔韩国的预期目的 双方的战争不分胜负 进入相持阶段 从1734年7月 清王朝和准盖尔韩国开始进行议和 1735年,双方达成休战协议 同一年,雍正帝去世 乾隆帝即位 乾隆帝刚即位 就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局面 没有精力和准盖尔韩国在打仗 此时准盖尔韩国也只是积极防御 并无其他动作 1738年9月 清朝开始与准盖尔丹策林进行和谈 1740年正月 双方达成协议,重开贸易 在雍正和乾隆时期 清朝与准盖尔合意签订后 清朝边防更加巩固 国力更强盛 而准盖尔韩国也在休养生息 努力壮大自己的实力 由此,双方都没有向对方开战的意图 所以,在协议达成后的五年时间里 清朝与准盖尔韩国一直和平相处 直到1745年 盖尔丹策林死亡 策望多尔纳扎勒即位 此后,准盖尔韩国的内部 开始出现内讧,乾隆帝对此 采取了包括限制准盖尔部与西藏频繁往来 和限制准盖尔人来 内地贸易的规模等一系列政策 对准盖尔的内乱进行防范 同时,乾隆帝曾多次强调 自己不会成人之威去攻击准盖尔 更不会开战 达瓦奇是准盖尔丹大策林敦多部之孙 他依仗着祖父的荣光 庸重于塔尔巴哈台一带 人重地险,割据自重 势力很是强大 他利用哈萨克为外援,当上了台籍 又与哈萨克开战 引起更大混乱的行径 达瓦奇的做法让乾隆大为恼怒 于是借口他不是准盖尔丹策林的后裔 对其出兵是时尚 这次出兵是乾隆出于对巩固边防 和预防战乱烧到界内的考虑 最后,清朝大胜 达瓦奇大败后 乾隆帝放松了对他的警惕 同时认为准盖尔韩国的问题 已经基本解决 甚至是大局已定 于是很快将注意力转向了准盖尔韩国的内部治理 乾隆为准盖尔韩国进行了政治分封 但分封不合阿姆尔撒纳的意愿 为日后的战争埋下了隐患 在重重矛盾之后 乾隆决心勤拿阿姆尔撒纳 但还不确定是否要用武力 直到1755年 乾隆决定在伊犁勤治阿姆尔撒纳 但在实施中失败 此后 阿姆尔撒纳联合留在伊犁的小合卓货战 一起进行叛乱 1756年 清军再次出兵伊犁 阿姆尔撒纳败逃 获吉战成吉帅居住伊犁一带的回仲 前回天山南路 1769年 乾隆平定了大小合卓 完成了天山南北的统一 活着阿姆尔撒纳未成 乾隆帝改变策略 对其进行出兵追击 乾隆帝先是传于阿姆尔撒纳 让他上朝觐见 但阿姆尔撒纳却意识到不对 中途逃跑 虽然他为乾隆帝地上奏折 表明了自己的忠心 但却没有解释清楚自己逃跑的原因 1756年 乾隆帝得知阿姆尔撒纳逃到了哈萨克境内 乾隆帝意识到 阿姆尔撒纳只是个别人逃了出去 但是继续追击下去 清朝就将与哈萨克作战 而哈萨克的一些部落已经归顺了俄国 于是就撤了兵 1758年正月 俄罗斯使者为乾隆帝交来一文说 阿姆尔撒纳已死 并将尸体献给了清朝 阿姆尔撒纳虽然死了 但准嘎尔部的抵抗并没有完全结束 在清朝争准嘎尔的大军过后 准嘎尔部影响诸厄托克又纷纷反叛 清军与准嘎尔的战事进入激化状态 最终准嘎尔韩国区几经冰火 残破不堪 耕地牧场荒废 城镇村庄被毁 人口更是急昼减少 简直就是一场大灾难 1759年 清朝彻底统一了准嘎尔地区 并实行军服制 对这里加强行政管理和巩固西北边防 其实 从准嘎尔韩国和清朝的关系演变中 我们可以看出 清朝在很长的历史阶段里 都是不愿意和准嘎尔韩国开战的 但准嘎尔韩国却野心勃勃 不断挑衅清朝 这是清朝对其开战的直接原因 除了这个原因外 清朝灭亡准嘎尔韩国 也是出于以下几个原因的考虑 首先 清朝灭亡准嘎尔韩国 是出于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与安全的需要 准嘎尔韩国 游牧于我国西北地区 位于欧亚大陆的中部 是中西交通的必游之路 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因此 也成了历史上各个帝国之间相互争夺的必争之地 而且 准嘎尔韩国的地形呈现出三山加两盆的态势 具有很强的防御作用 因为这个地理优势 这块地区一直多灾多难 沙俄侵略中国 也是从西北开始的 清朝时期 准嘎尔韩国的实力非常强大 基本已经占领了新疆的大部分地区 甚至还统领了哈萨克斯坦 当时 沙俄一直想占领中国的土地 而准嘎尔韩国正好与沙俄相接 于是便想和沙俄合作 形成同盟 如果 准嘎尔韩国真的和沙俄一起攻击中国 那么就会威胁到中国的领土完整和安全 所以 清朝必须将准嘎尔韩国灭亡 其次 清朝灭亡准嘎尔韩国 是为了巩固清朝统治地位和政治利益 准嘎尔韩国 一直有着很大的野心 想效仿成吉思汗 统一整个蒙古 甚至还想向南疆 中亚 青海等地扩张 已经成为了清朝统治者 统治地位的一个巨大的安全隐患 这是清朝帝王无法容忍的 清朝统治者 一直想要构建一个涵盖满 蒙 汉多民族的大统一国家 为此 清军还组建了蒙古八旗 想要借助蒙古八旗的力量 制衡中原 以维持自身统治 清朝统治者 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和政治利益 一直实行满猛一架 的亲善政策 但这种政策 仅仅是对归顺于自己的蒙古各部执行 而对于准嘎尔韩国 这种不愿意归顺清朝的部落 清朝统治者 必然是要对其进行打击的 最后 清朝灭亡准嘎尔韩国 是为了促进中原与西域 经济文化交流与发展 准嘎尔韩国 是地处西北的游牧民族 距离中原地区距离很远 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 都难以和中原地区产生交流 清朝统一准嘎尔韩国之后 西域地区便可以和中原地区 进行通商贸易和文化交流 促进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清朝灭亡准嘎尔韩国 历百年忠诚 这一结局 加强了清朝对西部边疆地区的开发和管理 进一步促进了全国的统一 对沙俄的侵略 也是一个沉重打击 客观上起到了维护国家统一 和领土完整的积极作用 清朝统一准嘎尔的曲折过程 也对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事业 有着重要的借鉴和实践意义 在清朝 在准嘎尔问题上以和 随府为主导思想的战略选择 为我们今天制定转型期民族政策 正确处理民族关系 维护民族团结 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如果没有盖尔丹 康熙就可以不用战争 就可以逐步获得墨北的支持 至于盖尔丹 只能靠武力强迫了 既然武力强迫归顺 自然就有人反抗了 所以清准战争期间 清朝其实获得不少墨北不足的支持 当然除了清朝和准嘎尔争夺墨北之外 沙俄也在背后煽风点火 意图让清朝和准嘎尔斗起来 好坐收渔翁之力 从康熙29年 16090年开始 康熙经过三次征讨盖尔丹 最终将墨北彻底并入清朝的版图 只不过获得墨北后 清朝无力继续推进准嘎尔的核心之地墨西 给了准嘎尔韩国一丝喘息的时间 嘎尔丹兵败后 侄子侧望阿拉布坦 成为新的大汉 在多年休养生息和沙俄的支持下 准嘎尔韩国实力又恢复起来 出于扩张的需求 准嘎尔韩国这次还得东进 但清朝又有维护自己对蒙古统治的必要 战争是注定的 而这一次准嘎尔韩国的对手是雍正 雍正这一次不打也得打 毕竟在墨北纯游牧的卡尔喀布 是打不过有农耕和手工业的准嘎尔韩国的 要是没有清朝的支持 卡尔喀早晚要被吞并 如此一来 准嘎尔韩国又恢复到康熙三政之前的状态了 只是这一次 雍正依旧未能解决准嘎尔韩国 反而在雍正九年1731年的和通博之战中 中了埋伏一时间 京城其营家家代孝 户户哀气 极大威胁了雍正的统治 好在四年清军在光险四之战 反手就来一个包抄 击杀万余人准嘎尔大军 搬回来一局 但两场大战让清朝和准嘎尔元气大伤 不得不罢兵言和 因而凭准嘎尔的大业又留给了乾隆 雍正时期的清准战争双方 其实打了个平手 边界还是原来的边界 但到了乾隆时期 局势又不一样了 说实话到了乾隆时期 准嘎尔韩国经过内乱和瘟疫后 已经没有能力吞并漠北了 对中原的威胁也没那么大了 而经过和通博之战后 八旗兵厌战了 几乎不想征战 但乾隆力排众矣 趁着准嘎尔内部 因为争夺捍卫自相残杀 和内部瘟疫泛滥的时候 主动出击灭了达瓦奇 而此后攻打阿木尔萨这场战斗 其实很多大臣反对的 因为到了这个阶段 攻打墨西属于开边战 墨西和清朝的关系 其实并不密切 老是远征付出的代价和收益 不成正比 好在此时 清朝属于巅峰时期 完全承受得起远征的需求 而乾隆又有高超的战略敏锐度 意识到墨西的战略价值 和安全价值 因而在乾隆的权力争讨下 准嘎尔韩国彻底消亡 康雍前三代和准嘎尔大战 虽然遇到的情况不一样 但作战的本质都是一样的 就是取得对墨北的完全统治 毕竟墨南早已成为了清朝的基本盘 甚至清朝也探索出 治理成本更低的蒙奇制度 墨南在手 墨北自然也要抓在手上 这就和准嘎尔韩国 有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至于解决的方式 只能靠战争